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兩天台灣陸委會的副主委邱垂政教授 在一個會議上面,學術會議上面發表了一個講話 他說習近平現在已經陷入了新毛澤東陷阱 什麼是新毛澤東陷阱呢? 就是像毛澤東那樣的高度集權、高度獨裁的統治者 他們所面臨的一個政治上的困境 在過去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執政的那個時候 中共採取的是所謂的集體負責制 中共最高層的那些政治寡頭 他們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他們還能夠群策群力 所以說那個時候判斷失誤比較少,政策執行比較順利 當然那個時候中共政權也是不利於人民大眾的利益的 但是它有利於維護他們政權的利益 維護共產黨的利益 那習近平上台了之後,他廢除了過去的那個集體分章的制度 他要把所有的這些政治上的權力、經濟上的利益一個人獨通 要建立起像毛澤東那樣的獨裁體制 這就引起了中共體制內官員有兩種不同的反應 那第一種反應就是乾當奴才,意味的要迎合上義 溜絮拍馬,像蔡奇、李鴻忠就是典型的這種奴才型的官員 習近平就恨不得把所有的這些官員都變成奴才 變成蔡奇、李鴻忠,所以說他三令五聲,一定要定於一尊 就是說我說什麼就是什麼,你們只能服從不能反對 甚至是也不能提意見,你一提意見就是妄議中央 就是兩面人就要懲罰你 那這樣就讓習近平他不知道自己的盲點在哪裡 因為沒人提意見,看不到自己的失誤 這樣你一犯錯誤,就會在這個錯誤的道路上面越走越遠 而且根本沒有糾錯的可能性 那這個官員的第二種反應 那就是積極的充當挖井人,把陷阱越挖越深 故意的去誤導習近平 這些人主要是體制內最高層的那些官員 他們對習近平不滿 因為這些人本來是應當跟習近平瓜分天下的 現在李習近平要把這些人都排除在外 還要把他們踩在腳下,他們當然不樂意了 當然希望你的錯誤越多越好 你錯誤越多,他們就越有機會把你拉下馬 所以這些人他們會想方設法的去誤導習近平 讓他在這個陷阱當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我在一頻快頻的第52期裡面,列舉了一些中共 習近平當局在貿易戰和香港問題上面 所犯的一系列的政策失誤 這就是由習近平的獨裁造成的 這就是因為習近平已經陷入了新毛澤東陷阱 但是那個節目他所列舉的那些失誤 還只不過是戰略戰術上的失誤 戰術上的失誤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就是戰略上的失誤 戰術上的失誤會帶來很大的損失 而戰略上的失誤後果就更加嚴重了 那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習近平當局 在國際關係上面這個戰略上面的失誤 鄧小平在70年代末期的時候就確定了 中共的這個國際戰略 就是韜光養晦發展實力 8964以後中共他面臨著很大的國際壓力 鄧小平又把這個戰略原則又重生了一遍 要每個人都記住,後來江澤民接班了 他繼承了鄧小平的這一套思想 用他自己的話表達出來就是悶聲發大財 那胡錦濤後來當了總書記 他也是消歸朝隨 不過他的說法不一樣 他說的是不折騰 這三代中共的黨魁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中共我們現在還沒有實力去爭雄世界 所以一定要低調不張揚 要踏踏實實的積累實力 他們這一套還真是管用 那個時候美國還有歐洲全世界他們都受騙了 都認為中共對於外界沒有威脅 所以他們不僅僅是對中共的專制政權實行綏靖政策 而且甚至還幫他們發展經濟,幫他們發展壯大 那習近平上台之後他就完全拋棄了 過去這幾十年中共的國策就開始四面出擊 結果就是八方數敵,比如說他上台不久 就提出了一個一帶一路的計劃 用中國的經濟實力去滲透去腐蝕那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領袖 最後的目的就是要控制那些國家 前兩年他還非常高調的提出了一個2025計劃 公開的聲稱要在重要的這些工業領域裡面要領先世界 要成為新時代的主宰 那怎麼樣他們想成為新時代的主宰呢? 他又不想走正道,想用竊取世界各國的先進技術的這種方法 他們搞了一個千人計劃,還打造一個很大的間諜網世界性的 在全世界到處盜竊商業秘密、技術秘密 這些動作幅度太大了 最後就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的關注 尤其是引起了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關注 那這幾年對於中國這個關注的程度跟以前大不一樣 經過習近平這麼一陣子大張旗鼓的宣傳 美國人才發現了原來中共發展經濟之後 他並沒有按美國想像的去變成一個自由民主國家 而是中共在運用自己的經濟力量,在改變世界秩序 而且他們還想稱霸世界 那還有一件事情引起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極度不安的 那就是中共過去這些年在南海填海造島加速擴張軍備 那前兩天中共的第二艘航空母艦山東號正式的服役了 隸屬於南部戰區,南部戰區的這個海軍也叫南海艦隊 總部就在海南島,這個海南島也是中共向南海進軍的一個總基地 那現在這個南海艦隊一共有120艘艦艇 它的這個總東位超過了任何東南亞國家,南海周邊的這些國家 這就讓這些國家高度緊張 也讓美國、日本、韓國、印度 也包括台灣還有澳洲這些國家非常的警惕 因為南海是他們的這個貿易的交通要道 那現在這個交通要道受到了中共的軍事威脅 他們哪裡還能夠淡定自如呢?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中共雖然是壞 但是加強海軍的軍力總是有利於保護領土的,保護國家利益的 那有什麼不好呢?我就在這裡就想建議一下 這些朋友去看一看二戰之前日本和德國的歷史 以史為建就很容易明白一個道理 當一個獨裁政權走上窮兵獨舞的道路的時候 他們雖然喊的是要維護國家利益 但是最後的結果呢,恰恰是把國家引向災難 那現在中共在南海擴軍,在國際上引起反應和效果 就跟當年的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那個時候 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 就是讓眾多的這些國家成為中國的使敵 讓中國陷入眾多敵國的包圍之中 那首先呢,是讓南海周邊的這些國家全部都敵視中國 像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文來、菲律賓 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階層 對於中共在南海的軍事擴張是極度的反感 其次呢,就是引起了日本、韓國、歐洲 甚至是中東一些國家,還有印度這些國家的反感 因為這些國家他們都把南海當成是國際自由通行的水域 這也是他們的貿易的生命線 那一個獨裁國家在那裡布下了重兵 當然會讓他們覺得被人家卡住了喉嚨、卡住咽喉 再次最後就是讓美國非常反感 因為美國現在是世界頭號強國 是世界警察,他必須得維持現有的世界秩序 那有一個國家要出來打破這個秩序 那美國當然就要干預了 那中共現在這些軍事擴張 讓所有的這些國家都走到了一起 過去這幾年這些國家都在加緊的結盟 比如說日本和印度過去八竿子打不著 現在關係走得非常的近,就是要一起去針對中共 那去年6月份26個國家在太平洋舉行了聯合軍事演習 他們公開的就是宣稱這個軍事演習的目的 就是要增強協同作戰的這種能力 阻止和打敗大國的侵略 包括美國和南海周邊所有的國家都拒絕邀請中國參與 因為他們所說的這個大國要侵略的大國指的就是中國 那今年五月份的時候美國還有日本、菲律賓還有印度 直接在南海進行了這個軍事演習 而且就是在這個南海九段線之內的這個水域進行的 按照中共的說法,這個就是中國的領域 明年三月份的時候印度還有另外41個國家要舉行海上聯合軍事演習 這41個國家裡面也包括東南亞的國家,包括美國 他就是不邀請中共,因為軍演的主要的目的 也是防止中共在南海發動戰爭 中共在南海擴軍,中國可以說是未見其力,先受其害 已經遭到了空前的孤立了,現在已經成為縱食之地 現在我們只是希望習近平他虛張聲勢,並不是真要發動戰爭 如果真的他要發動戰爭,那中國會承受巨大的損失 因為中共的這個軍事力量並不強大,他只是龐大而已 他根本就是一個外強中干的直老虎 那現在我們就從幾個方面來看一看 中共的這個海軍他的這個戰鬥力和美國 還有美國的那些亞洲盟友相比到底弱到什麼樣的地步 那中共的這個海軍雖然這個艦艇的數目很多 但是到現在為止航空母艦只有兩艘 而美國的航空母艦一共有11艘,印度都有兩艘 日本雖然說他們沒有正式的航空母艦 但是他們有這個直升機母艦,這個艦艇上面可以起飛直升飛機的 這些這個艦艇他們隨時都可以把它變成這個航空母艦 因為日本有這個F-35戰機,這種戰機它是可以跟直升機一樣 垂直升降的,而且中共的這個航母在技術上面 還要比美國落後很多,比如說去年這個遼寧號 它繞台灣的航行了幾圈,它本來是想嚇一下台灣人 這個恐嚇台灣人 但是台灣的軍事專家一看就看出了它的破綻 原來這個遼寧號上面的飛機 它是不能夠夜間起飛,夜間降落的 因為他們夜間的這個導航系統 這個工作不了,那現在問題是如果敵方在夜間襲擊你 那你這個不能反擊,那不就要被動挨打嗎? 所以不解決這種難題,技術難題 你這個航空母艦就是海上的火把子 你照一百收都沒有用,這不是唯一的技術問題 還有很多其他的技術問題,讓中共這個航母 跟美國的航母比起來落後很多 根本沒有辦法在這個實戰當中進行對壘 比如說這個遼寧號山東號,它飛機起飛的速度 大概是每十分鐘能夠起飛一架 而美國的航母起飛一架飛機大概只要20秒鐘 十分鐘的時間可以把兩個飛行中隊都送上天空了 而且中共這個飛機它的戰鬥力也不行 飛上去了也打不了,幾個月之前 中國和泰國的空軍進行了一次聯合軍事演習 雙方出動的都是第三代的戰機 結果泰國以4比0大勝中共 因為中共這個飛機不僅僅是性能上面有缺陷 中共空軍的訓練和指揮都有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訓練和指揮的問題呢? 那就是因為中共軍隊內部相當的腐敗 有關係的你就能夠升官,有才能的人往往會受到排擠 就是這種立陶太的機制在軍隊裡面大行其道 這樣的軍隊怎麼能夠有士氣呢?這樣的軍隊怎麼能夠有技能呢? 有些人可能會懷疑說如果中共和南海周邊的國家發生戰爭 美國會不會參戰呢?答案是美國一定會參戰 因為美國和菲律賓早在51年的時候就簽訂了美非聯防協定 那個時候不是針對中國的 就是說菲律賓如果是遭到了任何國家襲擊 和任何國家捲入了戰爭 美國都有義務和菲律賓一起參戰協助菲律賓 美國和其他的這些東南亞國家現在還沒有簽訂像和菲律賓這樣的軍事協定 但是美國和印尼和越南還有馬來西亞還有新加坡 都有相當多的軍事上的合作 那如果是習近平繼續在南海繼續擴軍 那就會讓這些國家跟美國越走越近 如果是戰爭一開始 那這些國家馬上就會和美國結成正式的軍事同盟 所以現在中共已經讓中國的海軍 處於一個非常不利的戰略地位了 中共在武器方面落後於對手 他們在南海所造的那些保礁又處於其他的這些 東南亞國家的包圍之中 又不佔地利又不佔人和 一旦戰爭爆發了中國的海軍就會全軍覆沒 成千上萬的士兵和軍官就會當中共的炮灰 後果極其慘烈 但是問題是只要習近平不倒台 這個戰爭的危險始終就存在 那邱崔正教授也在他的論述當中提到 現在習近平他可能為了轉移國內矛盾 極有可能發動一場戰爭 而且他現在是身處在新毛澤東陷阱當中 每一天他聽到的都是一幫奴才阿諭奉承 他可能以為他真的能夠稱霸南海稱雄天下 那這次山東號正式服役 習近平就出席了這個典禮 這個山東號出現了兩個非常不好的兆頭 兩個兇兆 第一個是山東號正式服役的這個時間 是12月17號 習近平主持這個儀式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注意到 1888年12月17號 是北洋艦隊,清政府的北洋艦隊正式成立的時間 北洋艦隊當年號稱是亞洲第一艦隊 結果呢,因為清朝統治階層的腐敗無能 在甲午海戰當中全軍覆沒 那現在中共的這個腐敗無能跟清朝相比 那是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而美國呢,跟當年的日本相比又強大許多 所以讓習近平這麼繼續折騰下去 戰端一開,南海艦隊是不是會重蹈北洋艦隊的負責呢? 這是第一個兇兆 第二個兇兆就是這一艘航母的這個名字叫山東號 用省、直轄式的名字給這個大型的軍艦起名字 這是中共海軍的一個傳統 那現在全國有30多個省市 哪一個省市的名字不好用 你偏偏要用山東 因為對於海軍來說,山東是一個非常不吉利的地方 因為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的這個艦隊 北洋艦隊的總部就在山東 那最後被敵人全部殲滅的地點也是在山東 這是第二個兇兆 那麼怎麼樣才能避免這個兇兆 由兆頭變為現實 怎麼樣才能避免未來全世界與中國為敵 怎麼樣才能夠逃過這一場浩劫呢? 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打倒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他自己現在是走不出這個陷阱了 因為習近平他一倒台,只有習近平倒台 他這個留下了一個權力真空 那個權力真空就會引起中共內部的劇烈的混亂 而那個時候中國民間所蘊藏的這個巨大的政治力量 就會爆發出來,顏色革命就會開始 最終民主轉型就會成功 到那個時候美國就不會再是中國的敵人了 歷史上美國從來就不是中國的敵人 只有中共上台之後,美國才把中國當成了敵人 那個時候東南亞的國家也不會再是中國的敵人 因為民主之後我們可以通過談判 可以通過仲裁來解決南海的爭端 在過去200多年的歷史當中 從來就沒有兩個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爆發過戰爭 我相信今後中國和南海周邊的這些國家 也可以通過和平理性的方法來解決這個糾紛 關於南海的歷史問題,它的歷史源源和今後的解決辦法 今天在這裡是沒時間討論了,我今後會用一些專門的視頻 來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下一期的這個節目,我就想講 習近平現在所面臨的、所身處的新毛澤東陷阱 他是怎麼樣形成的,我要給大家重點的介紹一個挖陷阱的人 他的名字叫王滬寧,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請同意我觀點的朋友,點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你訂閱,並按一下訂閱鍵旁邊的那個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在這個評論區裡面留下您的觀點和意見 我們會一起來繼續的深入的探討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一次跟大家再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